大家好,我是老胡 三农问题是当前全国重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 自从去年年底中央提出的全国工作重心战略转移以后 乡村振兴就成了高品词 如何乡村振兴呢?政策性、刚领性的文件精神多 表达了中央造福乡村的志向和决心 对于这一点,作为农民的我们只有怀着存高的敬意 期盼一待 加上全国两会在即 各种建议方案也在云集 老胡在这里也提一提对乡村振兴的一些想法和各位讨论交流 三农指的是农村、农业和农民 老胡今天提一个新词叫新三农 具体解释就是农场主加农业工厂加农业公司 老胡试图用这个新三农来勾画一下这个乡村振兴的蓝图 同时呢接受大家的鞭打和拷问 从当下农民的主流医院来看 大家都希望能与妻子相守 与父母团圆 但迫于生计 不得不背井离乡 抛弃妻子 为的也是那一日三餐有个着落 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赚钱 所能实现的 无非也就是一家老小的基本生活 并不能因此大富大贵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基本目标 父母不能团圆 妻子不能相守 代价还是挺大的 老胡提出的新三农 暂时不知道有没有副作用 但主要作用就是为了实现上述的目标 在脚不离地 身不离乡的前提下 实现就业收入 家人相守 安居乐业 我分别来解释一下这个新三农的具体内容 首先是农场主 就是一个人拥有很多土地 这个土地的来源是根据土地流转合同过来的 原土地农户得到了一些流转资金 在这个框架上 国家刚刚出台 即将生效的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 3月1日起生效实行 就有了用武之地 可以说是紧紧围绕法治建设的一步棋 那么这一步棋解决了什么 实现了什么 是我们被关注的 这个操作过程解决了想大片化耕种土地 又无奈没有那么多土地的耕种专业户的问题 同时解决了很多人不愿意种地 又不得不种地 勉强种地的两难问题 流转给他人种 拿到一点钱 不操这个新闻 不管了 想干啥 可以一抹心思的去干了 这样操作实现了土地集中化操作 大片化 规模化 机械化 同时也为国家最近打造的高标准农钱 提供了实行条件 因为碎片化土地是无法让国家这个高标准农钱计划实现的 只有实现了土地集中 大片化 就可以实现高标准农钱 实现了高标准农钱 就可以实现粮食种植的高效文产低成本 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除此以外 在这样的操作下 还有一个重要作用 那就是为目前正在推荐的河村并居提供了实行的基础 能实现河村并居的顺利进行目标 因为绝大多数人不在下地干活 也不需要与农田发生直接关系 使得这个居住环境有了改变的可能性 反过来看 河村并居的进行 又会让土地进一步集中 这使得农场主这个角色有了无限的可行性 可是从土地面积和农村人口数来说 农场主毕竟只是解决了个别人的就业收入问题 就算把每个农场主有可能使用到零星的一点人力算上 整体上对于就业人口来说 这一点小到了微乎其微 忽略不计的程度 所以农场主有他积极的一面 可对于农民就业他几乎可以忽略 这就是农场主的特点 接下来我们说第二个农业公司 这里说的农业公司是相对农业工厂而言的一个综合服务力公司的总称 例如围绕农业进行的种子公司 化肥公司 农药公司 农产品销售公司 农产品电商服务平台 农业技术咨询公司 农业法务类公司 农业金融类公司 农业重养业人力资源公司 农业机械设备租赁练维修保养公司等等等等 只要你能想到的与农业服务有关的公司都在此间 这些农业公司可以有效吸收 由于不在土地耕种而闲置出来的农村人 包括许多农村大学生 这类农业公司就是新三农领域的润滑剂 服务于各个空间和地方 那么这类公司的所在地 按照老胡的设想 一般都是在河村并居后的新农庄里 由此可以带动新农庄里的经济繁荣 因为河村并居以后 人口本来就集中了 人口也多了 而这类农业公司最大的特点就是与人打交道 在他们的经济活动中 客观上也会带动新农庄里的经济发展 甚至可以吸引不少城市人来这里就业 大家都知道人多的地方 吃的喝的住的用的 各式各样的专门服务于这类人的 又是一个多种经济会出现 这点想必也不难想象 就像这个城中村 没有外来客的时候 就是冷冷清清的本村人 也没有那么多门店做小生意的 外来租户一多 你看什么都有了 开饭店的 理发的 洗澡的 超市的 卖早点的 夜市的都有了 这就是人集中后的催生经济 这类农业公司的主要功能之一 就是最大化消化本地农业人口的在就业 大概能到什么程度呢 老公预测可以起到消化十分之三的作用 就不错了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农业工厂 这里说的农业工厂 就是各种农产品的初加工 半加工的总称 例如加工小麦的面粉厂 加工玉米的黄豆的土豆的 如果是山地类地区 像各种果树干货等 都需要加工的 什么樱桃 核桃 枸杞 柿饼 苹果 梨子 桃 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这些农产品 可以直接通过农业公司出售 也可以先进入农业工厂加工后 再经过农业公司出售 总之农业工厂可以让农产品升值以后 再攻击城市 也是可以的 那么这类农业工厂的设立地方 也是就地设立 也就是不离开乡村地盘 这样操作以后 由于建厂房需要地皮 就会占用一部分农地 就会产生这个土地租金 而农地又是农民的 部分农民可以由此得到一定的输入 但这是农业工厂的次要作用 主要作用还是在于提高农产品的价值 同时解决了大量本地农业闲置人口的就业问题 不仅是种植业 还有养植业 搞这类农业工厂的主体 在老胡的设想里 是以本地农村人优先的 或者说农业公司和农业工厂的老板们 农村户口的人的占比要实现70%以上 允许城市居民下乡创业 但比例不能过大 主要是解决农村酒业 同时允许城市资本下乡 但是不建议资本比例过大 不能超过这些实际操作者的资本比例 说直白一点 作为城市来的东西 你只可以协助 不可以代替 因为这个方案的目标 第一时间是保护农村的 提振农村的 这个初心要把握住是原则问题 这类农业工厂的最大特点 就是土地筹本小 但人力需求大 可以充分化解70%的 限制农业人口 总结一下就是 农场主都是农村人 10个农业公司或者是工厂老板 有7个是农村人 每一家农业公司或者老板的资金股份 大头的都是农村人 解决就业上农业公司 可解决三成限制人口 农业工厂就可以解决七成 另外还有自由经济体 可以实现一部分 灵活就业限制人口 这样操作以后 就可以实现一开始说的那些目标了 脚不离地 人不离乡 就可以安居乐业